YO 哈囉 大家好 YA 我們今天又要出國旅遊了 OK 然後 其實今天這個影片 我是一邊Q&A 一邊旅遊 然後我前幾天就有在IG給大家發問 問我 跟Nikki 兩個人 關於情侶之間的問題啦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回答第一道問題 我們下一次會去哪一個國家旅遊 下一次就是現在了啦 這次咧 我們又去韓國了 我們前四個月才敢去韓國的 可是這次去韓國帶著任務去 對對對 工作為主 這裡是什麼任務 什麼工作 過幾天就知道了 你們過幾天就知道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出發去韓國囉 這是我第三次去韓國了 這一次來好像沒有上一次冷啦 上一次超級冷的 可能一方面現在百天嘛 上一次晚上溫度比較低 西北冷 各位 減三度胃 我現在耳朵很痛耶 哇 很冷喔 這個真的是我體驗過最冷的了 然後這道的問題是問我們 兩個人的星座是什麼 我們的星座是白羊座 一安呢 兩個一安呢 我們生日只差九天 對 我3月21號生日 和3月30號生日 我們兩個人的年齡相差多少 我們是同歲1997年了 所以我們是同年同月生 可是不是同日啦 嚴格來說他只到我九天 我們今天就來了這個土俗春生雞攤 哇 哇 可惜沒有 都已經吃到了 因為我上一次只吃到一次 然後就想啊 我就出來要吃 我們講認識的 其實這道問題呢 我們好像也回答過好幾次了啦 沒有關係我們的回答 因為應該也是有很多人不懂 真正認識是在國民服務啦 就是17歲那年嘛 有兩個剛好都中到 對對對 被分配到同樣的一個camp 比較認識啦 對 可是其實在那個之前 我們就以前中學時期 就一起補習的 可是那時候補習不受認識吧 就是懂彼此 沒有講過話 沒有講過話 我們來到了這個 Forest Outing一個cafe來的 哇 它的包都好大夠哦 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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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會飽哦 對呀 夠了夠了 這樣就夠了 夠了夠了 剛剛已經吃很飽了 哇 很chill耶 很chill服 是嗎 哇 它這上面也有座位的 可是因為 這裡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就坐在這裡 對 有美景卡 nice 通常我們吃東西咧 是誰付錢 我覺得 我覺得它付比較多吧 就是我們也沒有 特地講要誰付錢啊 就順其自然啊 有時候我付啊 有時候才付這樣子 不過是講在馬來西亞日產的話 通常是越投他付 越為我付 對對對 因為越為我比較窮了 然後 他就要養我了 哈哈哈哈 我這裡有個人問 為什麼你要內向 為什麼要內向 內向還有要為什麼呢 本來的嘛 要講我們兩個人的性格啦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的性格 都一樣內向 我以前沒有那麼內向 現在也變內向 是是是 Nikki被我影響 那天回紅袍的時候 我姐姐也是講我 好像變內向 是吧 嗯 我們在努力 一中 我之前有這樣覺得啦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 還是做自己啦 就是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我有一段時間想逼自己變成 外向的人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辛苦啦 不如做自己了 我沒有想逼自己一啦 可是我是 想讓自己學習去教新朋友 嗯 要不然圈子有點窄 是啦是啦 也是要多認識新的 加上今年的話 我們是在一起了 多少年 9 好像在考我 哈哈哈哈 其實是你不懂耶 不可能啊 我知道已經清楚楚啊 屁啊 三次計錯日期 你三次計到10月7 什麼10月7 我那時候講10月8 哈哈 有差啊 差一點 有差啊 美國時間嗎 馬來西亞10月9 美國10月8嗎 可以啦 你搬去美國啦 每天跟我講這個 切營業B&B囉 哇哦 不錯耶 誰的脾氣比較好 你覺得咧 她的脾氣比較好 可是我最近脾氣也比較好啊 是啦 有在變好中 沒有我之前是因為在工作上我的脾氣會比較沒這樣好 之前要求太高了 之前她工作那種可能也不是你的問題 是她自己氣自己 可是她又會把那個氣上出來到身邊這樣 就之前真的對自己的要求太什麼 柯柯 柯柯 嗯 吃晚餐 哇 來韓國其中一餐要吃的就是湯棒 這是豬骨湯啊 這是乳肉的 這是排骨的 哇 這是推薦的 我們打罵了宵夜 四個月 四個月 哈哈哈哈 終於在吃到我最喜歡的韓國炸雞 哇 這個真的十倍好吃哦 現在這邊有兩個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合在一起去回答 我們平時都是隨惹對方生氣 然後會不會冷戰 然後我們吵架的話 是這樣子處理的 多數好像是我惹她生氣的 我是屬於那種吵架 我們現在吵這個東西 我不喜歡繼續吵下去 我喜歡盡一段時間 因為彼此都可以過濾掉那個情緒 不會很像在最backpack的時候 然後亂講話啊 或者講一些會後悔的話 可是 他有個好處就是 不是好處啊 是優點 就是 他每次都會先道歉 通常我們吵架哦 是不會可疑的啦 很少 八九十八千都是 比如講 現在我們這樣吵架一下 我們兩三個鐘後就喝好 還是會啦 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 很少 這樣回答完了嗎 OK 沒有啦可以繼續吃啊 拜拜 注意受不了對方的點 你每次很吃沖涼呢 他真的每次啊 可以 到 半夜啊 或者接近半夜才沖涼 我不知道 我不喜歡沖涼 咦 我想沖涼 咦 沒有 我每天都會沖涼 可是 就 懶惰沖涼 然後你就會一直拖 一直拖 不耐哦 你每次很慢沖涼 真的是不耐哦 不要這樣吃沖涼 對 對你身體不好 OK 一時之間問我 太陽的點 想不去耶 代表 我很好咯 沒有啦 你說不了 可能太多了 想不去一個 怎麼就是太多 隨便講都有一個嗎 代表沒有咯 可不可以笑 我沒有笑 哇塞 你看這個人現在 比我還會保養一點 哈哈哈哈 還美嗎 沒有錯的嗎 你看皮膚皮我還好 一個月前 就開始決定要保養 然後現在一個月後 真的確實是 皮膚有明顯都比較好 你轉過來看一下 嗯 之前我包口很大的 看一下 嗯 嗯 不錯 還有帶進步 OK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這一個月 是怎樣子 護膚的啦 首先呢 我就是會先用這個 洗臉酸 第二個步驟 我就會用這個 Toner 然後再用這個 精華液 最後就到這個 Moisture 我其實之前是 基本上的 是沒有保養的 真的是沒有保養臉 你們不要以為我做這一行 會保養臉 其實我皮膚本身 真的沒有很好的 But 我就覺得喔 我皮膚不好 我用這個產品 如果是真的有效的話 就更有說服力 是不是 然後以前呢 我也是不在乎保養的 然後又很長期熬夜 所以我年齡越來越大了 我就發現到 尤其是近幾年 我的那個皮膚 狀況真的是 下降了 很快 很嚴重一下 所以我就覺得不能了 真的要保養 然後剛剛好在前一個月的時候 Somo Editor就找到我 找上我 然後就問我要不要做這個 團購 然後我就講 我就try啦 try一個月 如果真的很好的話 我就做咯 因為真的要有效果嘛 做了才比較有說服力嘛 那麼我這個月 使用下來喔 尤其是我的毛孔 是真的真的有 塑小了 你們就可以看這個 before and after的差別了啦 馬來西亞人有可能不是很了解 Somo Editor的這個 護膚品牌啦 那麼它咧 是在韓國齁 尤其是這兩個 Grain Tomato系列 在韓國的Olive Young 是很熱銷的 尤其是在毛孔部門排名第一 OK再講回來啊 我整個 步驟到底是怎樣呢 首先我就是會先 用洗臉 上來洗臉啦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懂 這樣子用洗臉 上來洗臉啦 洗臉過後了 我第二個做的就是 用這個 Toner Skin Pack 其實我這個也用到 差不多要玩了啦 因為它真正一罐裡面 是有40片的 新的一罐 是這樣啦 40片 所以喔 這個是真的很適合 朗人用的啦 我平時就是這樣 抽一片出來 就直接 這樣 塗在臉上啦 或者齁 你也是可以這樣 試一磅 當做Mask這樣 然後敷在臉上 敷在 你想要敷的部位啦 眼睛 或者下巴 也是可以 耳朵 就可以敷個5分鐘這樣咯 然後第三個步驟 就是到這個 Ampure 他們也有做過實驗啦 就是你只要用一次 就有效的收縮毛孔了 而且還可以補充水分 然後我這一整個月用下來了 那個效果真的是 蠻明顯的啦 然後就來到最後一個step了啦 就是要用這個creme 然後就塗 塗 OK所以這個就是一整套 護膚的4個step了 然後我是建議大家 可以同時使用這兩個系列啊 搭配在一起用啦 就是這個green tomato系列 和apple peel系列 那麼這個apple peel裡面 有一個成分叫做熊果酸 就是它可以讓我們的肌膚明亮透光 然後我一開始用這個喔 我的臉喔 會看起來很像 很亮 然後很油這樣 不過它其實不是油 因為它這裡有寫了嘛 coating嘛 那個概念就是很像我們的車啦 我們拿 車拿去coating嘛 為什麼我們車要拿去coating呢 就是因為要整個車看起來很 但是我們的車又不會油喔 它只是 其實原理也是一樣啦 讓我們的臉 就是要讓我們臉的水分 好像沒有這麼容易流失 可能有些人喔 會好奇 不了這個creme啦 臉會不會黏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的天氣 很熱嘛 比如說你塗了這個出去喔 然後你會感覺到 好像油很黏的感覺 可是喔 是不回到我胸口 你看 它這個T恤 是不會黏在我臉上的 因為如果真的很黏的話 它基本上就會砍在上面啦 看 就掉下了 其實是不會 不會的 我就是晚上睡覺前 和早上醒來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子護膚啦 因為我本身是有性肌膚啦 那麼如果你是有性肌膚的人喔 百天的時候 就是需要用這三個就好 但是如果你是剛性肌膚的話喔 你早上 也是可以直接 這四個都用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買這些護膚品的話 你們可以留意我的團購 那麼詳情呢 你們可以看 一片 片尾 家務如何分配 一般般喔 它煮 然後我洗碗 然後掃地抹地都平均 然後洗衣服是溫暖 進洗衣機洗 然後它曬喔 我們有什麼共同點 或者是共同的愛好和共識這樣 我覺得愛好啊就是 可以一起看戲 可以一起打遊戲 我覺得我蠻幸福的一個點就是 它有給我空間打遊戲 因為這樣我也有空間 看我的心 哈哈 公司是 我們要有自己個人空間 啊 這個其實就是達成公司了啦 就是你有你的空間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也自己有這樣子喔 嗯對 那麼今天就是我們來韓國最主要的目的啦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到 Olive Intel的公司談合作 就是他們旗下有一個產品 叫Sombon Editor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談關於 團購的合作啦 第一次這樣到國外 談 工作上的東西 有點stress啊 因為我本身內向了嘛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是給自己一個很好的突破啦 我們來到了Olive International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會好了喔 欸也沒有想像中嘛 怎麼 stress啦 其實也是蠻Q的 有時候喔 很多東西都是我們自己想太多 就好像今天認識了兩個新朋友 對對對 我們平時一起生活 又一起工作 會不會沒有話題聊 反而就是因為一起工作才更多話題聊 對對對 我們就是生活的東西聊完又可以聊工作 工作的東西聊完又可以聊生活 有很多話題聊咯 哇知道可以唷 中題 嗯 太多了吧 哇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這個問題是問你的 我覺得你可以回答就是 你現在是全職在幫助我 還是你有做你的東西 在這之前是全職啊 助理啊 準備道具啊 拍攝場地安排這些這些 然後可是接下來 我想做一點自己想做的東西 對 我又鼓勵他去做他想做的東西 再配合support你 OK 嘿嘿嘿嘿 怎樣balance好工作和感情的部分 因為我們兩個一起做工嗎 所以自己要拿捏一下就不要老是講工作 不要換下工作 各位題外話一下啦 這個是你們沒有問過我的問題 可是我自己想分享的就是 今年我的目標跟挑戰是什麼 我會 try to去嘗試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就比如講這次的tanko 可是除了這次的tanko 就是如果大家其實近期喔 有關注我的IG story的話 都有發現到 我都有一直在嘗試做音樂啦 因為其實我本身 對音樂就有興趣喔 尤其是在做詞方面啦 就是本來就有興趣 如果大家有看我以前的video啊 你們都會看我以前的影片 後面齁 我都會輕唱歌曲了 當然我不是要做那種 professional的歌手啦 我是喜歡玩那種很特別的歌詞啊 只是在純粹搞笑搞壞的那種 簡單來講其實就是我的一個興趣啦 所以喔在下個月呢 我是會可能啦 可能會有一首歌 推出一火路了 一首完整的歌 然後 我還沒有拍MV的 可是應該會在下個月拍 那一首歌喔 就是我之前在IG Post過的 我有個朋友 每次喝茶都要我再送 加油再補充賽 這一刻中 還要過頭 有錢還我 I'm not自善機構 就是那一首歌的完整版 然後我還有另一個計畫 就是我今年 應該是會拍PVLG4 我之前 早期的時候 我有拍過PVLG4 網路劇嗎 那個時候有 拍了三個season 大家應該還記得啦 有看的人應該還沒記得啦 我覺得不是拍PVLG4喔 不然就是會拍PVLG4的 微電影 總之我今年就是想要嘗試 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大事實上 就是我今年的目標 跟計畫 所以大家 可以期待一下 有沒有給對方取過小綽號 好像沒有給你們取過 他最多只是叫我寶貝罷了 然後可是喔 我反而 有給他取過很多的綽號 然後那些綽號 你們聽了都是一頭溫號 可是我不想 我不想在影片裡邊講個遊戲啦 哈哈哈 他至少有 五個綽號至少啦 然後我是偶爾偶爾可能 痠痠會突然間 再幫他 創一個新的綽號出來 我們的三光一樣嗎 然後性格會不會相似 有沒有性格不合的時候 三光 海酸一樣吧 怎麼是海酸呢 哈哈哈哈 這樣性格有沒有不合呢 我覺得難免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不分不合的 我跟你講完全沒有 那應該也是假的 有些可能我不好的他包容下咯 他不好的我包容下咯 嗯 有時候我們都會互相提醒 這樣不好咯 然後我們就會 呃 省思一下喔 就 有一些不好的性格就 就改掉 OK 我們現在來回答 最多人問的問題 其實結婚 哈哈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啦 可是目前今年的話就是想要先focus 專需我們的家先 我覺得至少不會是這兩年裡面的事情啦 我覺得我們會結婚應該 有可能是真的是想要有孩子的吧 也很難講啦 也有可能是 結婚可能還會過多一兩年 二人世界生活 啊這個就有人問 就是我們一結婚了 我們會享受二人世界先 還是會有孩子啊 我自己至少一年二人世界 然後過去順其自然 因為畢竟有孩子這種東西 也不能講 對 我要我今天要 重點是有了孩子齁 就會不一樣了 嗯 生活就會改變了 然後我也有答應過他 就是我在跟他結婚之前 一定要煮一道給他吃 不是一道是一餐 一餐一餐一餐 可是有人到現在還沒有開始學煮東西 我們在家專修了嗎 其實去年三月我們就拿了鑰匙啦 然後我們去年一整年 就沒有很積極的去安排裝修的東西 可是是有找人設計圖那邊要改嘛 然後那個設計圖那邊要改嘛 然後來來回回就吃了一點時間 然後再加上 裝修真的太多鎖碎事了 所以就會想到 哎呀這個要找誰 這個要找誰 然後就翻一邊先 對對對 想到都累 可是就不能拿到今年 就真的要趕快安排一下專修 我們其實打算在今年9月10月 就搬進去我們的新疆 今天是last day 我們現在收拾了 check out了 來我們拍個照 有打算生孩子嗎 還是說我們會喜歡孩子嗎 當然 可是不是現在啦 然後喜歡孩子的話 是會喜歡孩子啦 可是就 別人的孩子就很好玩嗎 嗯 嗯 嗯 祝你臉肥肥 那我也要 我也要 妄想 дела 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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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сть 别人的孩子更喜欢人家 可是自己的话哦 你就真的是要花时间去照顾了 去陪伴 去教育 可是他还是会生的 只是就不是现在 觉得还没有ready好 会失去一点自由 出门什么都会有牵棒 我们走着走着就出来 今天看到了炸鸡 就看到了 原来之前Golden Ramsey有来过 所以我们就打算进去吃 哇 又来吃炸鸡了 还是很double 很老耶 我们现在在机场了 要回去了 我们的优点和缺点 缺点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激动了一点 很容易激动 其他就没有了 优点呢 优点的话哦 就是 其实还蛮容易哄的 然后也很明白是你 有时候你生气的时候给你冷静一下 然后过后我们就一起把问题讲出来 好好谈哦 其实就好了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咯 而且你也很体谅我每次 优点是我觉得你每次我们吵架还是什么你都会先道歉 每个男生都会先道歉吗 不是 不懂哦 你问观众会吗 哈哈哈 然后缺点是有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罢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过去问一下还是什么这样哦 你可以那边纠结很纠结到我又很很白财啊 就是不敢跟别人沟通啦 可是那就很简单的就是可能走过去跟他讲 问一下他 诶洗手间在哪里 因为每次他可能找洗手间 没有看到告示牌他就讲啊不要上啦 我就讲你走过去问店员 问一下就好了吗 哎呀色恐嘛 在努力中在努力中我懂不是借口OK OK就这样 我们有没有默契 开笑 之前IG不是有个情侣是会玩的 就是闭眼睛手秀1到5 然后看我们秀的会议啊 5次 1到5 OK 一眼睛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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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有默契了 好 那么现在我就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一次团购的information 那么这次我和SomberEditor合作的团购 有分成4个配套 那么这次的团购 有开放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朋友都可以买到啦 Package A 有Apple Pure Skin Pad 和Apple Pure Moisture Cream 然后会送一个Green Tomatoes防晒 原价是马币300块 然后现在有41%的discount 扩大来就是马币177块 Package B 就有Green Tomatoes Toner Green Tomatoes Ampure 和Apple Pure Moisture Cream 然后就会送你上片Mask 可能有些人就不太习惯用Toner Skin Pad 比较习惯用Toner自己倒在棉花上 那么这个配套就会适合你了 然后原价是马币448块 这样有50%discount 所以扣大来是马币224块 然后Package C 就有Green Tomatoes Cleaner Apple Pure Skin Pad 和Apple Pure Moisture Cream 就会送你一个Green Tomatoes Ampure 那么如果你选择这个配套的话 这样护肤的最基本的四官 你都有啦 原价是马币351块 然后有45%discount 扣大来就是马币194块 最后Package C 就有Green Tomatoes Cleaner Apple Pure Skin Pad Green Tomatoes Ampure 和Apple Pure Moisture Cream 然后就会送你 Green Tomatoes Travel King 和一支护唇膏 那么原价现在是马币508 有50%discount 扣大来就只需要马币254块 我个人是觉得Package C 是不错的啦 因为194块 你就可以买到整set啦 不过其实到最后 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需要啦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一次团工的4个配套了 哦对啊还有 我就是有帮大家 跟Sommer Editor 争取了一个Lucky Draw 所以哦 只要有购买任何一个配套的人哦 就有机会参与这一次的Lucky Draw 那么这个Lucky Draw呢 就会在团购结束后 从有购买的人当中 抽出5个Winner 每个Winner就可以得到一set Sommer Editor的产品 那么这一set里面 就有这三样 第一个就是Lifting Mask 这个是目前在Shopee 还买不到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家 提亮系列的NP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Black Hat Melting Clear Pad 也是他们家的best seller 这一次团购 从今天就开始了 3月22号 连续7天 那么要怎么购买 大家可以点击影片底下 Discretion Box里的link 去到他们的Shopee官网店购买 或者留意我的Instagram啦 好 那么这次的影片大致上就是这样了啦 然后也谢谢大家 听我讲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 下一个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